监视器拍了一清二楚 知名男子异想天开 他用双脚推车 想要偷路边的机车 好巧不巧被车主当场发现了 也被民众包围 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理直气壮地辩称说 他不是偷车 只是想要找人来载他 而荒谬的言论 让在场所有人听了啼笑皆非 也被警方依照现行犯 当场上铐逮捕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 蹲坐在路边鬼鬼祟祟 还不时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趁着私下无人 走到机车旁 拿出万用钥匙企图偷车 但却怎么也发动不了 最后干脆直接跨座上机车 用脚撸 没有想到恰巧被车主发现 带个正着 你是要偷偷车的吗 我要回来 你要回来 你偷偷车的车是不是 没有 我没有偷偷车 你才偷偷车 你才偷偷车 我不知道 你才偷偷车 民众将男子团团包围 质问为何要偷车 没有想到男子竟然还立直气壮 没有你站着车的车是什么 我是说你麻烦你带我回来 你现在说什么消费啊 荒谬言论 让在场所有人听了都提笑皆非 就连袁警也傻眼 立刻上铐将人带回 你现在涉嫌窃盗罪 现场有正人指证 袁警到场后 调嫌见真自己没有窃取的行为 只是想要请人载他回去 原来这名46岁的调姓男子 有多像窃盗前科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回异想天开 想用双脚推车偷车 却被逮了个现行 加上监视器画面 罪证确凿 被一切到罪嫌 移送准办 借将网站台中报道